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是潘荣 欢迎弟兄姐妹订阅 支持我的油管频道 灵修易战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旨意 活出新的生命 本期我们一同来思想的经文 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十八到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生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生子 岂不知你们的生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生子上荣耀神 在保罗的时代 哥林多城供奉爱神 用宗教之名鼓吹嫖祭 使得这座城市淫乱成风 当时希腊文 哥林多人就有放荡自人的意思 而哥林多话几乎被当成是淫乱的同义词 保罗特别的警戒哥林多圣徒 要逃避隐行 因为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生子 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垫 所以行淫也是得罪神的垫 垫污神的垫了 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子没有终极的拥有权 当然神也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 他赐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是我们必须为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 并且承担后果 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是他用重价买书的 他拥有我们 无论是根据受造和救赎 我们都属于他 无论我们同意与否 他在我们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 他会按照他的旨意和我们的需要 在世上为我们预备各样的环境 可能有顺境也有逆境 但他会像一个慈父来引导我们 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属于他 他是我们的主 无论顺境逆境 当每一个基督徒都信靠和顺服神 活出得胜生命的时候 父神就得了他当得的荣耀 所以保罗说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这样才能让世人看到基督徒的不同 神寻找和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 神的殿是一个何等伟大 何等神圣 何等崇高的一个名字 神的灵住在这个殿中 他要在这个殿中彰显他的荣耀 他要从这个殿中发出他的怜悯 他要借着这个殿使许多人蒙福 如果我们确知神在我们身上 所要做的事 我们必要喜乐感恩 又要占尽谨慎 基督徒应当弃绝一切不易的交际 娱乐财物 也要从我们的心中和身上 除掉一切不易的思想言语和行为 免得使这殿被玷污 以致圣灵担忧 甚至被神管教 愿神帮助我们活出圣洁 诚实 公义 称卑 好使神能欢欢喜喜 住在我们里面 并且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以你乐意住在我们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 谨慎自己 不让身体成为犯罪的工具 而是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 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圣洁 荣美的生命 也活出与你亲密相交的喜乐生命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圣的名 阿们